我曾經發過一個事 我寧願再婚 我也不要看鬼片 我討厭鬼片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住 看鬼片更是睡不著 所以像安娜貝爾這樣的電影 我是不會看的 可是我知道大家都知道這個電影 那它其實是有 它是一個立基於真實故事的一個改編 所以其實是有安娜貝爾的本尊的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那我們就先破題 就直接給你看 它的照片就長這樣 看起來非常無害的一個洋娃娃 但它就是安娜貝爾的本尊 那它真的有一些可怕的行為嗎 好我們來讀一下這文字說什麼 重點是學英文 Paranormal Investigator Lorraine Warren holds the original Annabelle doll a possessed Raggedy Ann that began terrorizing her owner in 1970 好第一句結束 第一段結束 所以左邊這個女人 她是一個非正常 超自然現象的調查家之類的 所以這個超自然現象之類的 我們叫它Paranormal OKParanormal Paranormal Paranormal 不正常超自然 下一個叫Supernatural 這個字 或許更好翻譯成超自然 那Paranormal怎麼翻譯 超級不正常 哈哈哈 好啦不翻它了 這樣總之它就是這個概念 超自然 不正常 Paranormal的這個Investigator 他是一個 算是 這不能叫他偵探 靈異偵探嗎 或許可以 那是不是跟那個悠悠白書 非常好 anyway Paranormal Normal Investigator 她名字叫Lorraine Warren holds the original Annabelle doll 所以她就抱著這個原本的本尊 安娜貝爾的這個doll 那娃娃這個字其實好幾個發音 我不能說好幾個發音 我聽過各種口音的發音 那我聽過一個 因為她很容易跟這個字搞混 doll doll就是 鈍掉 像你那個刀子使用久了會鈍有沒有 要磨一磨 那你就會用這個字 doll doll 像芝加哥公牛隊 bo 你把b換成d bo doll ok doll 那doll要怎麼唸 doll 所以就會有 我北美的人會把它唸得比較 我認為是一種誇式的唸法 doll 一定有o的音在裡面很明確的 而不是 o的音 doll 那我也聽過doll doll 聽起來跟後面的doll 其實差不多說真的 ok 那這個是比較有點音式的發音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我沒有唸得很好 說實在的 所以我比較習慣美式的跨師唸法 doll ok 好所以 所以 這是一個 所以這個 the original Annabelle doll 好 那它就是一個 靈魂附體 鬼上身的一個 Raggedy Ann 所以這似乎是當時的 這種娃娃 它的一個商品名稱 就叫它 Raggedy Ann 這樣子 ok 其實Ragged的意思就是 破破爛爛的 ok 像我們講說那個布偶貓 什麼鬼的 我記得就 翻譯起來是不是英文就有這個字在裡面 好總之我們講possess這個字 說真的做這一集我都有點不是很舒服靠北 好啦我們趕快把它做完 possess一般來講是 擁有的東西 所以possession這個字就是它的名詞 possession possession用在什麼地方 像例如說我們在打籃球的時候 我這隊把球弄到場外去了 掉球了 所以球權歸到對方去 那個球權我們就叫它possession ok so who has the possession now possession possession在一般廣泛的生活上的使用 以前常常會說就是 你持有非法的物質 像你持有大麻被抓到 你持有海洛瑩 持有違禁品被抓到 這就是possession ok 聽說你昨天去警局 what happened possession 這樣就解釋完了 ok possession多半是用在這樣的生活上的使用 而possess這個被動的形容詞 就是你被鬼擁有了 ok 所以我們稱為鬼上身 所以這是一個possessed raggedy aunt 那她呢在1970年就開始去 就是下她的主人 began terrorizing her owner in 1970 好 據稱了 alegedly Annabelle would change positions during the night while her owner slept and start popping up in different rooms throughout the apartment all on her own 所以她會在晚上改變位置 change positions during the night 當她的主人在睡覺的時候 然後在各種不同的房間 或者說是在不同的apartment 我自己講apartment 可能我們就會理解為公寓的各處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公寓的不同地方 全部她自己會跑來跑去這樣 有一天 and one day a friend was taking a nap in the apartment and when he woke up Annabelle was staring at him and he had the feeling he was being strangled before noticing claw marks down his torso 好 最後這也是一個蠻可怕的一個結尾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在裡面打 就是打盾在睡午覺 taking a nap 然後呢當他醒來的時候 Annabelle就瞪著他 Annabelle was staring at him 所以stare這個字就等 ok staring at him 那他就有感覺他被掐著 he had the feeling ok he was being strangled 他覺得他正在被勒住這樣子 那後來然後又發現到 他在他的這個torso 也就是這個身躯上 躯幹上 發現有抓痕 claw marks claw這個字簡單說就是爪子 ok 所以身上有爪痕 在他的torso上 所以這就是一個受了詛咒的一個娃娃這樣 其實這個娃娃 看起來顏色還比這個人的顏色還明亮一點 我覺得這個人看起來才是鬼上神一樣 為什麼那麼輕啊這張照片 怎麼沒有人調色一下下 好啦看了都不舒服 總之就是Annabelle的本尊 本體喔 不做什麼評論了 我們就到這裡就好了 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歡做這種題目 但做了就做了 希望你看得開心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